大家好 我是Tim哥 好多人在敲碗R17 Pro的開箱 但事實上其實我跟R17 Pro已經相處了兩個禮拜了 那我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析 R17 Pro跟我相處這兩個禮拜 三個優點跟一個需要再改進的地方 R17其實我已經開箱過了 我等一下會把連結放在上面 好嗎? 那大家記得在我影片開成介紹之前 訂閱 按讚 分享喔 我們是每週一 二 四 六 上片 3 二 一 開始R17 Pro 現在就是在我手上的這一支喔 這一支 好 那我跟它相處了 相處 我最近發音很不標準耶 很台灣狗野 我決定以後找一個台語言語 別鬧了那樣字幕會很崩潰 R17 Pro 好 就是這一支 我上了這一支 那其實我相處這兩週 有三個優點是我個人覺得很不錯的 但是在我分享這三個優點的之前 我會先把目前它的一些基本的規格 我馬上先給大家看一下 好 我們剛剛看完了 R17跟R17 Pro的規格表後 我們先繞回R17 Pro這支手機 我的相處的兩週心得 第一個是它的快充 R17 Pro是SuperVoge的快充 那SuperVoge的概念是什麼 它是50瓦喔 那R17咧 R17 R17是這一個 你看這兩個插頭就不一樣 一個是SuperVoge 這是R17 Pro 這是R17 R17是40瓦 R17 Pro是50瓦 所以一個是SuperVoge 一個是Voge 那SuperVoge 它是從0到100% 只要花35分鐘就可以衝到爆 這是什麼概念 我通常答辯都要花20分鐘 然後誰答辯那麼久啊 超爽超爽 很久耶 真的 我答辯 Tim嫂你不要亂錄 不要走智光 這20分鐘 再加上你起床 因為我起床都會喝一杯補給的飲料 頓點可以放好一點 反正我就是起床加上廁所 一共花了30分鐘 再來OLED出門5分鐘 我就是出門前35分鐘 0到100 就可以把R17 Pro充到飽 那你這樣子是不是超級快 還是你們覺得我剛剛那個舉例很差 好了可以講下一個了 我剛剛講說它有地方要改進的 不是改進就是建議的 它沒有無線充電 那如果它未來有加入無線充電 那我覺得真的是就超爽 我覺得它這個品牌人生就太完美了 好再來講第二個優點 第二個優點是Tim嫂最愛 也就是說它的自拍 它正面自拍這個水滴造型 這個自拍呢 這2500萬畫素 那你也知道 其實OPPO在台灣市占率蠻高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自拍 自拍的照片的片 照片 照起來呢 其實它會讓女生看起來很賞心悅目 然後又漂亮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剛剛一些Tim嫂的拍照 好不然你在拍什麼 自拍 你在測哪一支手機 OPPO 喔 啊你拍起來怎麼樣 為什麼照片比本人美 我問你啊 坐在你旁邊的是誰 樹里 一直不想露臉對不對 喔 哈哈哈哈 等一下我再拍一次 好 欸其實它蠻廣角的 在這裏 這裏 的 太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這是我最愛的垃圾池 哈哈哈哈 有沒有發覺 其實我覺得找聽手真的不準 因為他已經人美了 找他的話 夠了拍那麼亮怎麼剪 所以大概就是2500畫素的美顏自拍 我覺得OPPO就一直延續他這個傳統 所以他拍起來是真的很不錯 再來第三個是 我等一下會出去外拍一段 他是超級的夜拍 超級夜拍功能在R17 Pro才有 他拍起來其實不管是自拍也好 或者是拍一些風景建築物 你們可以看一下拍起來的效果 他其實也是很不錯的 這三個我覺得是R17 Pro個人很喜歡的一個優點 在操作使用上 他們因為原本這個手機已經有附一個殼了 這個殼是我現在鑽上去的這個殼 那你有沒有看到其實我把這個殼拔掉啊 這裡 我把它拔起來 你有沒有看到他這個漸變色其實是也還不錯的 有沒有 而且他跟市面上其他的漸變色比較不一樣 他是他霧面有點金屬感的 對我覺得霧面金屬感的這個質感還蠻好的 而且他也是有螢幕下指紋接觸你看 你幹嘛偷別人手機啊 這是誰的 打不開 原來Tim嫂 OK 剛剛是Tim嫂的螢幕下指紋 難怪我按不下去 沒關係 但我偶爾解鎖了 因為我輸入密碼 好 那他有一個操作的快捷鍵 我個人覺得很好用 我也想要介紹給大家 好 那這個呢 就是他在右邊這裡啊 好 你可以 滑滑 你有看到這邊就有個小視窗 好 有喔 這個小視窗呢 上面就有 那個相機啊 然後下面有一些快捷 比如說我常按計算機 我就把計算機加進來 我常看YouTube 就把YouTube放進來 然後這邊呢 還可以做什麼 螢幕錄製 還有呢 螢幕截圖 比如說玩一下螢幕錄製 這個時候聲明款 然後允許 好 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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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簡單的快捷呢 就做截圖跟錄製動作 甚至於你把一些你想要常用的APP 它下面有個加 你自己可以把一些畫面加上來 我覺得這個功能是也是不錯的 好 再來講到呢 這支其實我相信也很多人會說 那可不可以拿來玩遊戲 如果是玩那種比較3D的 或者是比較耗系統效能的遊戲 它可能會比較慢一點 因為它是高通的710的處理器 所以其實我個人建議是高通的835的 以上的處理器 然後來玩遊戲其實是會比較好的 那但是它是710 但是基本的基礎遊戲 是可以的 好以上 就是我這次的R17 Pro的分享 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好記得 記得 剛跟你講過 我是不是 老天癡呆了嗎 好癡呆了 好吧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